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我好好的闺女啊 刚嫁过来人就没了 赔钱必须赔钱 夏小鱼刚有意识 就听到了一阵鬼哭狼嚎 还不让她接收信息 另一道刻薄的声音响起 我呸 赔个屁 谁家大姑娘这么馋 那可是我用来代客的鸡 全被她给造了 怪了谁 我还没让你们 陪我小三一个媳妇呢 滚滚滚 这丧门心你拉回去 我们断家可要不起 夏小鱼咸鱼躺着 被动接受着这具真剂的全部记忆 她夏小鱼 二十二世纪的复活一枚 就因为骂一句乌鸦嘴 乌鸦线停倒 一翅膀给扇来这七十年代 原主夏小鱼是个惨鬼 结婚当天 把婆家用来摆酒席的小鸡炖蘑菇 偷摸着全给炫了 谁让那蘑菇适逃了 原主就这么因为一只鸡粮了 这些法怪丢人的 眼看着那边战况即将升级 她弱弱出生 那个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抢救什么抢救 人都没气了不 老太太经历一番惨无人道的苦 总算不翻白 恰好村医老舟头过来 一通检查后 人没事 活蹦乱跳的 那她刚才没气了 你看看她这像没气的 众人看着眼神乱飘的夏小鱼 那确实不像 夏小鱼这回根本没注意到她们 她这回正忙着跟乌鸦大仙说好话 乌鸦大神 小女子知错了 我再也不敢嫌弃乌鸦了 大仙 小女子定当知错能改 回去就给名利金身 日日供奉香火 乌鸦哥哥 你是人家见过最美最威武的乌鸦了 等回去 小女子让世人都知道您的伟大 都来赞美您的英姿 辱纳夏小鱼 算你有眼光 无就给你点甜头 乌鸦大仙 这是什么呀 人家不贪心的 您送我回去就行 看在你知错能改的份上 就省你一个乌鸦嘴吧 乌鸦哥哥 人家不 糟糕 无心走一步 如自便吧 就在夏小鱼正准备再次开口骂的时候 有人扒了 干嘛 你抓我一脚了 乌伯男 这就是原主的便宜老公 在哪 媳妇 谁是你媳妇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 那骂乌鸦嘴的人多了去了 就我倒霉 这回可是七一年 吃不饱那是常态 最重要的是 还得下地饭活 我一个莲草和麦苗 都分不清的人 干哪门子活 这对要我命 有什么区别 赶紧给我起来 人家要把你退货呢 给我出去道歉去 这喜丫头 非得在结婚的档口偷吃 就不能忍过这一天 哼 那就会呗 跟谁稀罕这泥巴房子似的 你要是被退货 就等着嫁给八瘸子吧 你是我亲娘吗 别看原主又懒又馋 嫁不住她长得漂亮 又瘸又丑的八瘸子 差点就用槽子高 把原主骗回家去 你去不去 我去 我去还不成吗 哼哼哼 亲家 我带我家丫头来给你赔个不是 你看看这是闹的 好好的一场酒席 被这喜丫头闹瞎了 你这喜丫头 还不快给你婆婆道歉 哼 不用 我们家可要不起这样的媳妇 说的对 娘 我也不要这样的媳妇 白白糟蹋了酒席 我一口肉都没吃上 等改名您再给我寻摸个好的 咱再办一回酒 咋地我结婚也得吃上口肉不是 呃 这要是退了货 就得再抛钱 给老三娶媳妇半酒 下家那老货 可是要了他66块钱的彩礼 不退货也成 彩礼得全都带回来 你做梦 涉及到心爱的小钱钱 夏老娘也不做小伏地了 跟段老娘互相来了一顿 吹死了 吵了那叫一个激烈 夏小鱼看得正乐 就感觉有人戳了戳的 递过来一把蛙子 吃毛科吗 馋鬼夏小鱼当然没拒绝 于是俩人蹲在一边磕着毛科 一边看戏 最终还是夏老娘废了一步 答应给夏小鱼 带回26块钱来 嗯 自己心里有数 别被人哄了去 26块 能买很多粮制 但老娘心疼的直抽抽 趁着夏老娘分心 哪里吧你 您放心 这 还有吗 能扣一点是一点 没有 说完转身就跑 生怕夏小鱼 再惦记她那点钱 娘 没别的事 我带着媳妇回屋了 不给段老娘说话的机会 段国男拉着夏小鱼 往屋里走 媳妇 你的钱交给我保管 好好好 都欺负她是吧 臭妖脸 滚犊子 惦记新媳妇的嫁妆钱 给你吃 只要你把钱给我 以后我天天给你吃桃酥 你是不是当我傻 当我是园主呢 能被这人随口夸的大饼片啊 要不是段伯男 跟园主说以后 天天让他吃好吃的 园主那么漂亮 一个姑娘 能给他当媳妇 不过有吃不难是王八 还有吗 你的钱 门都没有 那桃酥也没有 钱不给我也行 你自己守好了 谁借也别给 包括我娘 他们要问你借钱 你就说钱在我这 想借着我 小媳妇这么好骗 就怕钱还没五热乎 就为嫂子们哄了去 到时候怕是男拿回来 给小媳妇买好吃的了 你倒是了解你家里人 反正你是我媳妇 他们要欺负你 你跟我说 我替你欺负回去 算他有良心 也就在这时候 脑海里有震动 架小鱼赶紧一时进入空间 幸好空间还在 要是空间没了 我就报复社会 用他给的乌鸦嘴 到处霍霍 看他急不急 这空间 是他前世给乡村捐赠 卫生金时偶然获得的 当时空间里面 只有一间茅草屋 和一块黑土地 恰巧那时候 世界末日的说法 传得沸沸扬扬的 凭着扎跌 给自己的一大笔钱散费 他就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衣食住行 里面凉油 肉蛋奶糖 应有尽有 又买了各色种子 收割机 耕地机之类的机器 主打的一个能自给自足 忽然目前 忽然出现一个放大我的手机 下角于一一点开 乌鸦嘴 宿主没使用一次乌鸦嘴 所造成的结果为好 获得相应的功德 所造成的结果为恶 遭受一次惩罚 惩罚情况 是造成后果而定 越严重 惩罚越厉害 许愿池 宿主获得相应的功德后 可以许一个愿望 愿望越大 所耗费的功德越多 对幻场 空间主人的交易处 交易不可以乌义乌 必须使用功德点 功德点详细记录了宿主的每一点功德 包含功德获取途径 功德功德功德 这是有多怕他报复社会 许愿吗 我许愿 我要回家 夏小鱼看着面前的许愿池 许了第一个愿 我要回家 回原主的家 消耗一个功德点 回现代的家 消耗一千万亿功德点 果然这狗东西 没有最坑 只有更坑 夏小鱼分儿 他叫许愿池 点开功德点 惊奇的发现 他竟然有一百个功德点 获取途径 使他给山区捐赠卫生金 这功德点 还真是做好人好事得来的 夏小鱼点开乌鸦嘴 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没使用过的原因 最后是兑换场 只有一行字 功德点不足 兑换场暂不开放 这就是一坑货 一点又没有 不过我空间里有吃有喝 才不费那劲积攒功德呢 现代固然生活条件好 但要一千万亿功德点的话 他突然觉得 七十年代挺好 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有爹有男女男人 他喜欢 老三家的 出来干活了 夏小鱼一直震惊生 他拍了下断博男 你娘叫你 他收回之前说的话 他一点也不行 老三家的 你快点啊 玩死了 你看什么呢 我看看 你老不开门 在屋里搞什么梦义呢 你该不会听墙角了吧 胡说什么 快来干活 家里那么多活 也不知道出来搭把手 谁家新媳妇像你这么懒 也就是我家倒霉 摊上你这样的 彼此彼此 你说什么 我说彼此彼此 大家一样倒霉 救命啊 老段家打媳妇了 你给我闭嘴 干活 把这些网筷都洗干净了 你干啥去 我进屋西一会 夏小鱼看着院子里的悲弹狼急 还有一堆碗 无奈开口 这些都要我收拾 你结婚当然你收拾 夏小鱼磨了磨牙 郑相也转身回屋 三弟妹 我来帮你吧 来人正是二叔子 段伯东的媳妇黄菊香 好啊 谢谢二嫂 你能客气 都是一家人 搭把手应该的 一家人 可不是一家人 你家老三跟我男人 是亲兄弟 再亲近不过了 黄菊香干活麻利 坐下来就开始洗洗涮涮 那我跟二嫂 岂不是亲姐妹 就该这样 家里原先就有一个媳妇 你来了咱俩也能做个伴 也就闲聊几句的功夫 黄菊把碗盘料理干净 妈妈不擦完桌子 又挥舞着大扫子 开始扫院 三弟妹 你一边去 别弄脏了你衣服 还是新的呢 夏小鱼自然是 部门辜负这种热气 乖乖到一边去 我带你把碗盘还回去 也认认门 不了 今天有点累了 碗盘就麻烦二嫂了 可以啊你 深藏不落 还以为小媳妇会吃亏呢 没想到二嫂 那么精明的人都能忽悠 给他白白干了那么些活 你刚装睡是吧 我是被你那一嗓子喊醒的 哼不信 哼 这人当我是园主 那么好糊弄 我还以为 只是娶了个漂亮傻媳妇 没想到漂亮媳妇 也挺精明的 剪刀宝啊 嘿嘿 夏小鱼也没再管她 逆时再次进入心间 拿起手机再次研究起来 想到时间禁止 无限大的储物间 夏小鱼再次庆幸 自己提前备的物资 就这些东西 她还攒挠十字的功德 等找个机会 忽悠着段伯南领个离婚证 我再想办法到城里找个工作 那小日子不也美滋滋 正畅想美好未来呢 夏小鱼察觉有人接近 阿易师父 你想干嘛 吃饭啊 走啊 小媳妇果然没变 还是之前的小吃货 段家实行分餐制 当家的段佬 太帅先给家里的男人们 一人一个馒头 段大哥是没有的 又给段小妹和自己一个 最后给一人盛了一碗汤 开饭 夏小鱼看 没有给她分馒头 自己伸手去呢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干的是给爷们吃的 你伸什么手 那你不是也在吃 家里老娘我说了算 我说你吃稀的就吃稀的 要是不愿意吃就滚蛋 咋 你是杨白老啊 还是黄世人 都是一家子 还分上三六九等了 夏小鱼才不关这毛病 娘 你过分了 都是女同志 怎么还能区别对待呢 小妹不也是吃干的 臭小的 吃了媳妇忘了娘 你小妹那姓段 跟咱们家一条心 她吃干的怎么了 好啊你 你们老段家 原来娶媳妇回来 是当外人的 夏小鱼偏要伸手拿馒头 不争馒头 争口气 老三 管管你媳妇 段伯南刚想把自己的馒头给媳妇 自己再拿一个去 不给我吃 那就都别吃 哎呦 太不小心了啦 好可惜 大家都没得吃罗 等你 夏小鱼 你个小贱蹄子 娘 不能冲动 要是被人传出去 咱家欺负新媳妇 小妹以后怎么嫁成里人 小弟还要娶媳妇呢 为了咱家的名声 娘你忍忍 回头我教训她 嗯 老婆子 老三说得对 不能坏了咱家的名声 交给老三吧 老三 新媳妇是要交的 你要是不会 爹教你两招 爹 娘 我先带媳妇回屋教训去了 这里劳烦你们收拾一下 一进屋 夏小鱼意识沉入空间 找了平房王喷雾 这人要是敢跟她动手 别怪她不客气 谁知进了门 段伯男就笑出来 哈哈哈哈 你这是被气疯了 有何 可以啊 媳妇 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 小媳妇怎么这么忙 这么可爱呢 好想贴贴 饿了吧 先吃点米糕 垫垫肚子 等会我去娘那片个鸡蛋 哦 骗啊 你请我愿的事 怎么能叫骗呢 再说 就算我不要 也是便宜了二哥和小妹 哦 骗两个 一个吃不饱 你当鸡蛋那么好骗 突然 好啊 你个婆娘 长本尺了是吧 敢不听你爷们的 段伯男你个王八高子 忘了结婚前 怎么跟我说的了 倒也不必那么真情似的 那是结婚前 不得骗骗你 老子告诉你 嫁进我们段家 就得守我们段家的规矩 夏小鱼严重怀疑 这人在家带私货 当我好稀罕你老段家 以我子脏兮烂肺的畜生 嫁进来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 夏小鱼 娘我饿了 给我留的饭呢 老三啊 娘给忘了 这就给你做饭去 你是不是又给小妹鸡蛋了 我都闻到了 我的呢 哪有鸡蛋 咱家什么条件 你张口就是鸡蛋 行吧 那要是以后小妹和二哥吃鸡蛋 就是他们偷得 是要被拉去批斗的 你个喜孩子 什么偷不偷的 真是欠了你的 段老太一边骂骂咧咧 前挑白选了最小的一个鸡蛋回来 给你跑债鬼 不够 你个小鼻崽子 别蹬鼻子上脸 一看段老太的脸色 段伯男当即收手 娘你看看你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 人家那知青都说了 笑一笑是年少 我是希望娘返老还童 滚滚滚 回去自己偷偷吃 真命 看看缠不缠 不就一个鸡蛋吗 但他的身体 却本能的咽了咽口水 说两句我爱听的 就给你吃 这人真欠 不过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 这人没少这么骗原主 偏偏原主是个 为主宰脑子的 每次都为他得逞 但他下小鱼可不是 绝不会为了一个鸡蛋就低头的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你想怎么吃 吃煮的还是冲成鸡蛋茶 晚上还有重要的事呢 小媳妇不吃饱还有力气 吵的 你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等着 给炒鸡蛋 香气扑鼻 下小鱼也不客气 把炒鸡蛋一针为二 吃掉了自己那一半 剩下的你吃 听我说解决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自己 炒鸡蛋真香 就是就是 真香天天都能吃到炒鸡蛋啊 那点出息 你怎么不说 天天能吃肉呢 媳妇 做人不能太贪心 太贪心了会坏事的 就像我今天 要一个鸡蛋娘给了 再要的话 可能一个都没了 知道了知道了 啰嗦 时代果然是一个轮回 再不五十年 炖炖吃肉都没人稀罕 那时候流行水煮菜 你刚才去的是你大哥的屋子 嗯 我们家一共兄弟姐妹五个 就小媚一个女孩 大哥叫段白宇 和二哥到小弟 分别是百东百南 百西百北 段伯宇 这名字 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在家里 爹最看着二哥 娘最喜欢小媚 小弟争气 自己烤上了初中再住校 我们家大哥一直是干的最多 吃的最少的那一个 哦 为什么 你大哥姐来的 瞎想什么 前几年那情况 不往外扔孩子 就算不错 谁家有闲钱捡孩子 大哥是在奶奶待大的 娘跟奶奶有个院 等奶奶洗了 大哥才回到娘身边 那时候 大哥已经十岁了 我都已经记事了 娘讨厌奶奶 连带着不喜欢大哥 等小媚和小弟出生以后 大哥在家里 彻底成了透明人 这遭遇也很耳熟 你大哥今年多大 大哥比我大六岁 他今年二十六岁 段伯宇 二十六爹娘不喜 东南西北弟妹 再加上南山村 这不我之前看的 小说里的内容吗 村里是不是有个 叫沈娇娇的女知青 嗯 你认识她 破案了 我这是穿书了 还是本操汉甜宠文 我记得 原书是男主段伯宇 上山救下了 被蛇咬的沈娇娇 两人从此结缘的 后期便是 两人联手 把段家这个体品大boss 至于段老三 文中就只是一笔带过 说他是个倒霉蛋 许媳妇当天成了官夫 后来又大雪天的上山 再也临回来 从此没了下文 媳妇 你想什么呢 我喊你那么多声 都不灰山 叫叫叫 叫混乱 福气都给你叫没了 还有美女的事 你少打听 好 我不打听 变身了 我们歇气吧 嘿嘿嘿 眼看她就要脱衣服 夏小鱼赶紧拢了拢衣服 睡什么睡 你交代完了吗就睡 还交代什么 存款 爱好 以后家里谁做主 对未来的规划 不都得交代 那你也得跟我交代 你先 我爱好吃肉 喜欢吃肉 对未来的规划 是顿顿能吃上鸡蛋 至于存款 没有 你还能再敷衍点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 到我了 我爱好钱 喜欢钱 对未来的规划是有钱 至于存款 毛都没有 两人面面相去 都在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了无语 行吧 看来谁也不相信谁 睡觉 嘿嘿 正合我意 那边睡去 我是你男人 夫妻之间做那档子是 是应该的 可夫妻之间互相信任 也是应该的 夫妻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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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我们不分彼此 是不是我跟你坦白 你就愿意让我进来 你说说看 满不满意 解释权归他本人所有 我有存款53块 剩下的都没骗你 恋爱脑的段伯男 终于是成功了 破了字 钱呢 段伯男憋气坏了 但还是他翻身摸索出一打钱 还挺有钱的 随后夏小鱼从善如流的压到枕头底下 实则送进空间 我没说给你 那是我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团的 夏小鱼充耳不闻 做熟睡妆 钱你都拿了 小媳妇怎么还这样 钱都拿了 还不给我摸 这点钱 打发叫花子呢 段伯男气的男生 心一横 掀开被子 再过来 敲你第三条腿 让你这辈子都用不了 你搞搞清楚 老娘是嫁给你 不是卖给你 我今天差点人就没了 你还想折腾我 有没有点良心 难不成你娶我 就是为了做那档子事 那你干嘛找我 找头母猪不就行了 还不会反抗你 我 我 你什么你 睡觉 确实 小媳妇今天折腾了一天 晚上又掀了桌子 为了也是应该的 掀了气的段伯男 莫不作声地躺下来 女人的嘴 骗人的腿 担心我就是大傻子 结婚第一天才失了 人也没得到 第二天的早餐 段老太也长记性 分给了夏小鱼 半个飞面窝窝头 夏小鱼丝毫不吃亏 直接以小换大 换走了段老太 留给自己的大的窝窝头 段老太想她做 夏小鱼的手 就须须地放在桌边 这口感怎么说呢 就好像沙子捏在一起 蒸出来一般 粗糙把嗓子咽下去 这一口 要了她的老命 她看着那个男人 拳头大的窝窝头 心里第一次后悔 不该跟那老太婆 争这一口气 这时 旁边伸出一双筷子 给她加了条黄瓜小咸菜 给你吃 你吃吧 我够吃 我说给你吃 就给你吃 还算懂事 知道记挂着爷们 这顿早饭 夏小鱼用四个字来形容 遭大罪了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难吃的东西 不过我既然已经穿到 这个时代 还是得学会事业 就算我有空间 能开小灶 夜上功夫也得做 不然我不吃不喝 还活蹦乱跳的 就解释不了了 等吃完了饭 段老太刚想说 老三家的刷碗 就看到夏小鱼拿起一个碗 瞄瞄的又瞄瞄碗 什么都没说 但段老太硬是懂了他的意思 老两家的刷碗 老三家的跟我去上宫 我叫大队长 给你分派个活 不欠 我的命好苦啊 老天爷啊 我这是取了个脚家精回来啊 当儿媳妇的气 起婆婆了呀 我不活了呀 老三啊 老三 娘可是被你这个媳妇害苦了 就这 夏小鱼还以为老太婆咋的 也得跳起来给他两巴掌 你慢慢哭 我回去补个教 眼看着哭闹不奏效 段老太也不装了 老两家的 给我抓住这个小蹄子 我非得让他知道 知道家里谁做主才行 好 我还想着从三弟妹那借琴了 这会可得罪不得 突然身边的段博东 扭得还一把 只好跟着头皮上 三弟妹 你别怪我 我也是没法子 夏小鱼掏出棍子 战局一触即发 此处应该有掌声 老大 老二老三 你们还不快上 就看着这个疯婆娘 欺负你们娘 爹 弟妹是女人 我怎么能动手 不行 这可是我媳妇 谁要是碰她 我跟谁急 爹 弟妹是女人 我怎么能打她 有点慌 怎么费事 算了 老三家的是新媳妇 多休息几天 也是应该的 老大老二 我们走 上宫要迟到了 一旁的段伯男 交代了句小心点 也跟着出门上宫去了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说说看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 我叫老三修了你 还有这好事 去 告诉段伯男 让他修了我 快点去 你 你别得意 老三 最听我这个当娘的话了 我叫他修了你 他就肯定修了你 那你去啊 我就在这等着他回来修我 要说段伯男也鸡贼 农村哪有领结婚证 天天这户用两块米糕 哄着圆竹领证 你等着 没了人 夏小鱼直接进了空间 享受美食 老三 你修了夏小鱼那小蹄子 娘再给你找个好的 段伯男内心的小人 疯狂骂娘 脸上一脸憨样 娘 是我媳妇 又哪里惹到你了 我知道娘你不喜欢我媳妇 可我们刚结婚 你就这样不好 小弟和大哥还没娶媳妇呢 我得被他们着想 不能坏了 咱们老段家的名声 一大顶帽子压下来 段老太只能转换策略 老三 你是不知道 你娶的哪是媳妇 那是夜叉呀 你看看给你小妹打的 这是你那媳妇打的 哎呦我的老天爷 这小媳妇 下手还挺狠 可不得料理 媳妇港金门 做这么小掌 老段家又得收敛 小媳妇兄怎么了 这话只能我可以说 别人可不得说 娘你别闹了 就下小云的镜子 我昨天教训她 她愣是没敢还手 怎么敢上手打小妹 我知道你惦记 她手里的嫁妆 可她的钱都给我了 她是真的没钱 我没惦记 哪没惦记 她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而已 呀我不能把钱给你 给了你你又给小妹了 小妹一准送给许志青去 我可不能答应 哥你说什么呢 小妹啊 我知道你嫌罕许志青 可女孩家家的要矜持 你这样窜多的家里不安宁 许志青也不会喜欢的 咋 母女俩啥委屈还没说 就已经背了两顶沉重的大黑咕 行了 娘 回去我再叫去媳妇 给你出气行了吧 别耽误我上工了 再耽误就扣公分了 不死我说 端家店 你这也退险记 险媳妇高减笨 就点击人家家装 吃香腾难看 可不是咋地 娘 许大哥要是听到了 要是误会我怎么办 都怪三嫂 别哭别哭 娘有法子 什么法子 夏小鱼和段伯男 从夏家回来 段老太第一时间 就要接夏小鱼手里的篮子 回门离我出的 回礼也该给我 夏小鱼撇撇嘴 给了王春怀一包红薯丹 这些顶你那回门里了 你放屁 我的鸡 鸡是我平本是嘎的 要是不服 你就去我娘家嘎回来吧 你这个哒哒哒 哼要不是怕破坏计划 老娘今天绝不放过 夏小鱼也不管他们使什么坏 直接转身回了屋 娘 你别老找我媳妇麻烦 我丈母娘力气可大 还要是揍你 我这身板可拦不住 你个吃力扒外的 老娘是你亲娘 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 跟你那个媳妇奶 我就是看你是我亲娘 才提醒你 不然到时候 我丈母娘打上门来 咱就面子也难看 儿啊 这媳妇不好 咱修了她 娘再给你找个好的 不要 我媳妇长得好看 我不换 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 她肩不能挑手 不能提她还凶 哪是当媳妇的样 我就喜欢好看的 要是给我找个小妹那样的 我天天对着她 都得少活十年 儿 无说八道什么呢 你小妹那样的多好 脸缘有福气 不知道多少人 排着队响曲呢 儿 这话偏偏自已就成了 小妹都十八了 你看有人来提亲吗 嗯 三哥 谁要嫁给那些臭男人 呜 好好说话 身上长狮子了 扭来扭去的 大毛毛虫似的 啊 娘 你看三哥 老三 让着点你妹妹 真话总是伤人啊 哈哈哈哈 屋里 夏小鱼正在盘算家当 手里存款 总共八十九块三毛六分 钱不多 跳更是一张都没有 她把八十块大头 九块三毛六分拿住 剩下都放到空间里 哦 多少钱啊 藏这么严实 女人的事少打听 还有哪天你去镇上的时候 到废品站买一些旧报纸回来 墙上订几张 省得掉图 我没钱 旧报纸不要钱 你刷脸就行 等到第二天 夏小鱼发现 断板男那货 居然连个牙刷都没有 于是拉着断伯男 一起去镇上 临到镇上 坏了 我忘了带钱 我也没带 夏小鱼遗憾的 阿丽生 那我们只能回去了 好可惜 我还打算晚上 没有牙刷 算了 等等 你怎么不走了 我带了 可你不是把钱 都给我了吗 你哪来的钱钱啊 我后来挣得 百男哥哥好厉害了 又挣了好多钱了 媳妇 你要是晚上 也愿意这么说话就好了 百男哥哥 你讨厌了 人家会害羞羞的 人家生气气了 要钱钱才能安慰好 哪怕知道他是装的 段伯男也愿意赶命 都在这了 好家伙 他没收他私房 到现在不过三天 这人就挣八毛了 伯男哥哥真棒棒 给你 以后我挣的钱都给你 一言为定 不许反悔 段伯男瞬间被这一巴掌扇起 你就不能多装一会儿 夏小鱼和段伯男进供销社转了一圈 灰溜溜的出来了 没别的 一柄牙刷要四毛六一把 还得要跳 钱是够的 但是没跳 这时他拉住了路过的大娘 大娘 有牙刷票不 换不 真是瞌睡时候 送枕头来了 你打算怎么换 一毛一张票 你这有点便宜 没办法 我还得买牙膏买牙刷 就这点钱 只能挪出一毛了 牙刷四毛六 牙刷两毛九 你只有八毛 你这也不够 我这还有一毛 好啊 这个狗东西 还敢藏私房钱了 这样 你给我一毛五 账下的够你买一管牙膏 一个牙刷的了 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主要是牙刷是真不吃香 还打算剩下钱买根头绳来着 唉 行吧行吧 大娘回去拿票 我在这等着 我一会就回来 媳妇 你可真聪明 少拍马屁 一毛钱哪来的 我就说 这货怎么那么老实 原来是藏着小金库 还有没有了 没了 这回是真没了 夏小鱼亲自上手掏了头 哼算你识相 等到夏小鱼放开手 却发现段伯男一张张红的脸 这货要不要这么纯情 等到两人买完东西回家 刚进屋就发现 屋里对方的乱七八糟 都偷到我头上来了 屋里什么都没丢 只丢了一件红色衬衫 原主结婚大姐给做 不用猜 他就知道是谁偷的 媳妇 丢什么了 衣服 说着 他操起盘的四十米大刀 一脸平静的坐到了门口 媳妇 你别冲动 我替你讨公道 我这就去把段伯系列弄回来 三嫂 三嫂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这一回吧 夏小雨你个挨千刀的 敢不我小夕一下 老娘弄洗你 娘 小妹偷了我媳妇的衣裳穿 放你哒哒哒的狗臭屁 都是一家子 什么偷不偷的 小夕就是借来穿两天 娘 骂人怎么还把自己骂进去了 这边夏小雨也很有分 都没落到实处 给个教训 我TMD 让你敲我的锁 我没有 不是我 我进去的时候 门就是开着的 夏小雨根本不信她的鬼话 提刀就砍 别别砍了 我赔 我赔你衣裳还不行吗 你放开小心 早说赔不就没事了吗 我这件衣服用了六指布票 四块两毛钱 正红色不难买 还加了五毛钱的费用 你一共给我四块七毛钱 六指布票 你抢钱了 又穿你一次衣服 要这么多钱 娘 账不是这么算的 我媳妇那件衣服 小妹都给称称啥样了 还回来也没法穿了 只能再扯步做一件新的了 众人一看 可不就是吗 那衬衫紧紧箍在段薄熙身上 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肚皮来 确实是不能穿了 段假的 你儿媳妇没多药 一件新衬衫得要这些钱 段假这闺女 脚车什么药了 瞧嫂子得锁 图一上船 段假这散媳妇也够厉害的 以后可不敢热她 人家酿嫁给礼 有厉害的子奔 娘 这件衣裳 是我小姨子 做给我媳妇结婚穿的 小西不该动她 那是你亲妹妹 那下小鱼还是我媳妇 你们就这么欺负她 把我当一家人了嘛 再说了 这件事本来就是小妹的错 我赔 算你识相 这一回我给段伯南面子 你们赔了钱就算了 再有下一回 你们晚上睡觉 最好睁着一只眼 反正老娘也活腻歪了 你娶的好伙娘 把咱们家的脸都丢进来 要不是小妹先挑事 咱还能丢脸 再说了 爹你不要自欺欺人 咱老段家的脸 早在小妹围着许志青转的时候 就揪光了 现在外头人人都说 咱老段家养了个吃里扒外 不要脸皮 只会巴着男人的闺女 你们没听到 还有啊 我刚才找小妹去的时候 她正给许志青干活呢 她在咱家转过一个公分吗 到时去外面 给男人干活干得起劲 一大段话 把段家人全都说沉默 是真的 老头子 小溪被吓坏了 有什么不能明天说 我问你 老三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的 咱们都晓得 老头子 小溪是个大姑娘了 打不得 这就是你养的好闺女 把我老段家的脸丢了个金光 媳妇儿 你还生气呢 我敢生气吗 消消气呗 夏小鱼还真饿 拿过米糕嚼巴嚼巴 你别生气了 我想想办法 咱们分出去单过 分家 做梦 不把老段家搅和的天翻地覆 绝对不错 你不想分家 等我出够了气的吧 娘 我的脸都丢光了 许大哥肯定误会我了 乖 不哭 娘之前跟你说的 你都忘了 等夏小鱼那小蹄子 做出了丑事 娘就说 之前是她冤枉你的 许志青跟你关系好 肯定更相信你 嗯 娘 说什么呢 人家 人家和许大哥才没有 是是是 咱们女孩子家的矜持 等我们小夕 当上大院里的少奶奶 看那些人 还敢小看 咱们娘俩不 娘 许志青的身份 你可别泄露出去 要不那些贱蹄子 跟苍蝇文 道士一般都沾了上了 怎么办 你放心 娘有分寸 明天我呢 三嫂辛苦了 喝碗绿豆汤姐姐可吧 之前的是小妹不对 给三嫂赔个不是 哦 你往里面吐痰了 嗯 三嫂 我是真心想和你喝好的 嗯 地震了 三嫂 快喝吧 夏小鱼低头一看 墨绿色的汤汁上 点点白色粉末飘倒 你就是下药 你脚会匀了 再端给我啊 三嫂 你胡说什么呢 这是糖 娘特意给你放的 老三家的 喝了吧 以前的事 咱都过去了 我好像看到了黄鼠狼 咱们到底是一家子 天天闹闹哄哄的 像什么样子 原先是我想左了 娘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 你喝了那碗绿豆汤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哦 能屈能伸 厉害 你这孩子 我惦记着你热 给你熬碗绿豆汤 你还不领情了 三嫂 娘是好心 你怎么能这么想他 三哥知道了也会难过的 快喝了这碗汤 娘辛苦熬的 看到楚到自己面前的绿豆汤 夏小鱼崭露小眼 好啊 夏小鱼回到屋里 就看到炕上躺着一个高大身影 很明显 那人中了春天的药 好家伙 心真脏 夏小鱼思考了片刻 从空间里拿了屏风油巾 滴在眼周围 边走边喊 不好了 救命啊 出人命了 一路哭着到了田里 扫了一圈 没看到断膜男 不过内部重要 他随机 毫住黄菊香 二嫂咱家出大事了 大哥 大哥 他快烧洗了呀 什么 比断家人反应更大的 是一名女之亲 娘 娘和小妹在家里也不管 我只能来找你们了 你们快救救大哥去吧 哦 大哥 大哥在我屋里 我下山回家 小妹非要给我喝绿豆汤 说不喝就是不给婆婆面子 我接过来刚打算喝 脚下一环 绿豆汤撒到小妹嘴里了 我怕婆婆打我 就想进屋躲躲 打开门就看到大哥 大哥是不是要洗了呀 都怪我 要是我在家 大哥求救 就不会找不到人了 还把小妹给传染了 咦 捞短家嘞 这次香药 辉了他家三媳妇的秦伴 谁举葬他和短家 捞打 滚在一起啊 阴险 太阴险了 老三家的 你胡说什么 你大哥就是去你屋里躺会 哪里就快血了 娘家家的 就是单独的事 下一秒 女之心 有着神志已经模糊的段伯宇传了 一看这样 大家心里都有数 好喝那娘 好我堵得消骨子 摊上这样的婆家 段老三媳妇也是倒霉 白玉阁才是刀梦 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遇上这样一夹子 等到段伯宇被送去卫生所后 段老头老脸上了通 你个黑了心肝的 给你小妹和大哥下了什么样 我们老段家娶你回来 真是倒了八辈子 好啊你个小蹄子 你嫁过来 老娘对你什么样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小夕不就穿你一件衣裳 你就想毁了她 你这么恶毒的媳妇 我们老段家用不起 滚回你们夏河村去 我不活了呀 这是要逼洗我呢 说着 还不知从哪掏出根绳子来 就要往房梁上往 段伯南刚赶回来 目自尽力 赶紧把小夕夫 手里的绳子都拐 你可回来了 被他们冤枉洗了吗 夏小鱼一边宁宁宁 一边把状告得明明白白的 我哪里来的药 我这几天都在村里 没出去过 买药那是 我想买就能买的 尤其是这种药 一般都是用来给猪配种的 都得去畜牧站买 人家还不能轻易卖 得有介绍信才行 段伯南被气得发抖 他大步冲向段伯西的屋子 现在清醒了吗 三 三哥 我不是你三哥 老三 小夕是你妹妹呀 段伯南不理 筐筐奏 直至段伯西 我绵绵绵 娘 我再给小妹治病了 你看晕过去就不难受了 王春怀气得嘴唇颤抖 而段伯南已经 湿湿然地走出门外 爹 你们要是容不下我媳妇 直说就是 不必都那么大一个圈子 老三 我 老猴子 我也只是想维护段家的名声而已 这是最后一次 再有一次 我就入坠到夏家去 你敢 不信就试试咯 反正我又不要脸 等到两人回到屋 夏小鱼就笑得花枝乱颤 你都是装的 倒也不是 你等我干嘛 你还想打我呢 算了 你没事就好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你要是解决不了就等我回来 别伤害自己 我就是装装样子 别老实硬刚 万一他们和起伙来欺负你呢 你怎么办 我知道了 我下次小心点就是了 分家单过吧 我想法子 你试试呗 夏小鱼这一次没拒绝 不过也不抱什么希望就是了 两人这边说着分家 二房家的也急换 当家的 金儿这是你怎么看 他还能怎么看 站旁边看呗 不干我们的事 怎能不干我们的事 就娘和小夕今天做的事 那是把老三夫妻俩得在洗了 照老三那脾气 指不定怎么闹呢 甚至还有可能闹分家 分家就分吧 老三本来也没挣多少公分 老三家的还不上工 把他们两口子分出去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哎呦 当家的 你糊涂啊 不能把老三两口子分出去 你忘了 三弟妹的娘家 家境殷实得很 大哥是当兵的 大姐嫁到了县里 小弟在县里上高中 他娘家厉害 那些哥哥姐姐们少不得拉拔妹夫 要是给两口子分出去 可就没有咱们什么事了 嗯 坏了 我得回去一趟 别怕是动了分家的念头 打消了分家念头的段老头 打算自己唱红脸 给二儿子一家创造机会 讨好夏小鱼 明哥我就压着老三家的去上工 到时候你叫你媳妇帮顺着点他 哪怕多帮他干点活 这会儿别可惜利紧 即使出点血 也要教好老三家的 哦 爹 我记下了 秉持着我不好过 别人也别想好思想 夏小鱼正式上工了 当然把懒虫段伯西也拉下 嘿嘿 于是夏小鱼第一天上工拔草 分毛没转 还给老段家扣了十个公分 因为他把花生鸟给拔了 等到中午吃饭时 乱老头夺之以后 别挖绿挖绿 爹 不能怪我媳妇 他没上过工 是你非要他去的 你们放心 我会好好干的 嘿嘿嘿 夏小鱼好好干的后果 就是 拔草累了休息的时候 做坏了几周苗 然后老段家洗涕 公分扣十分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夏小鱼拔十分钟 休息五十分钟 夏小鱼是轻松了 至于和他组队的黄菊香 差点累洗在地里 只因工作 都压他身上了 累洗累活干完 又得忍痛分夏小鱼公分 黄菊香说什么都不想 跟夏小鱼搭档 当家的 这法子管用吗 我看三弟妹对你布 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 看在公分的份上 要不我们换个法子吧 再这么下去 我要都快断了 关键是累洗累活的 干这么久 公分还得分给他三分之一 分出去的公分 我实在心疼 段伯东也心疼啊 那就换个法子 我们要个跟爹商量商量 得知有知青 请假坐牛车去镇上 夏小鱼也和大队 请了假来镇上 一到镇上 自己敲摸 跟身间放松 悠哉的夏小鱼 忽然想到臭乌鸭的福利 决定拿段伯西试一试 诅咒段伯西 摔个狗吃屎 下一秒 手机屏幕变了 直接弹出一个小视频 诅咒成功 结果为坏 空间禁用一个小时 夏小鱼刚看清 就直接被空间弹了出去 等到下午回到家 外出的段伯南 已经回到家了 媳妇 我明天还要出去 你不会在外面 违法乱记吧 这个可是要问清楚 万一连累到 他就不好 想什么呢 我是有证事的 证经犯罪 我到底是哪点做得不好 让你对我有这么深的偏见 我这不是关心你 你那是怕我连累你 你看你这人 叫真了不是 书徒同归懂吗 不懂 我没念过书 你没念过书啊 很奇怪嘛 我们家只有小弟小妹念过书 小妹念了两年 觉得辛苦就不去了 不用他详细说 夏小鱼就懂了 在这时候的农村 吃饱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更何况是念书了 更何况 段伯南爹不疼娘不爱的 想要去念书就更难了 我虽然没念过书 但我识字的 你好棒棒 这次外出 我是为了分家做准备 展开聊聊 我们俩不上工 你当二哥 能心甘情愿养着我们 咱们不能主动提分家 我跌铁了心不分家 咱们在那儿也没什么用 村里没人会站在汤这边的 这给你煎的 这货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算自己家里人丝毫不手软 但是 你可能忘了一点 你猜你二嫂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又是送公分 又是帮干活的 难不成真的跟我一见如故 再见定情 哼 我早就猜到了 你就瞧好吧 我自有办法 卖什么关子 赶紧说 你等着瞧就是了 最后段国男 到底没说他的惊天大忌 因为上工的段家人回来 老三家的 做饭去 你别后悔 你这个哒哒哒 你敢烧我房子 老娘打喜你 是他叫我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还能顶嘴 我打干你这个哒哒哒的 救命啊 老段家打媳妇了 打喜人了 一旁的段老头 他回啊 回不该没顶住老三的哀求 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子回来 去叫你大话来 我要修了这个脚家精 我不同意 我好不容易 娶回来的媳妇 谁也不能修 爹 三弟妹就是造上手艺绳术 让我婆娘教教她就好了 一旁的黄军香 瞧准时机 开口帮枪 爹 饶了她这一回吧 爹 爹 修了她 修了她 这儿媳妇 我们老段家要不起 修了我 修了我 要是修了她 转头我就去下家 当上门女婿去 我们老下家的大门 随时对你敞开着 老三 爹就是一时气话 你跟着裹什么乱 爹 你也别生气 三弟妹刚嫁过来 我们慢慢教她就是了 这次我给老二个面子 老二 让你婆娘好好教教她 教不会我为你试问 别啊 说好修了我呢 我知道了爹 无聊 夏小鱼伸了个懒腰 又把目光 放到刚才跳得 最欢的段薄熙身上 哦 对了 我回来的时候 好像听说 咱家谁吃屎 哎呀 好恶心哦 不行 我可不跟吃了屎的人 同桌吃饭 一会儿饭给我端屋里来哈 啊 段老头得知 段薄男又不去上宫 一早上就开口嘛 没事 我去上宫 我们家出一个人 就够吃的了 弟妹 嫂子金儿的恐怕 没法跟你搭档了 我昨天跟二堂嫂一块 还没玩火呢 不要紧 我再换个人就是了 反正又没指望 挣多少公分 人到了就好 刚到田里 一个俏丽的身影 向她走过来 夏小鱼 咱们俩搭档 嗯 就这样 两人配对成功 都是干十分钟 写五十分钟的主 计分员看她俩这德行 简直都没眼看 五天之内拔不完 要扣公分的 扣就扣呗 嗯 老段家又没分家 挣不挣公分的无所谓 沈娇娇也不是很在乎 但她还要脸 要不 我请个人帮咱们 我没钱 我出 我出 哦 于是第二天 属于两人的任务区里 出现了一对干活马里的母女 你经常这样吗 我 干活不太行 没事 我干活也不太行 咱俩谁也别嫌弃谁 活干完了 沈娇娇于是邀请了夏小鱼 到知青点做作 也就随口聊了几句女孩子的话题 你在段家 怎么样啊 多姿多彩 每一天都很充实 嗯 沈娇娇没太听懂 鸡飞狗跳 每一天都不消停 哦 这 这么严重的吗 夏小鱼择了一声 这一看就是没见识过社会的险恶 看在未来自己要准备抢她机缘得到的工作的份上 她觉得 有必要给女主介绍一下老段家那一股奇葩 段伯男他娘 在家里定了规矩 女的不能吃馍馍 每顿只能喝点汤汤水水的 而且只针对儿媳妇 嗯 怎么这样啊 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儿媳妇是外人 不是同性人 还是会跟她抢儿子的敌人 自古以来的婆媳根本矛盾 老婆婆既怕儿媳妇对儿子不好 又怕和儿子太好 那 那男同志会不会好一些 夏小鱼一看他那害羞样 也没藏着 看情况吧 也得看在家里的地位 就比如大哥 他在家地位就不怎么样 跟儿媳妇一个待遇 干的却比儿媳妇多 住得更是比儿媳妇差 难道段同志 就不是他们的儿子吗 太过分了 没错 太过分了 真不是个东西 两人同仇敌凯气了一会 就传来沈娇娇的叹气声 哦 咋的了 那 那你们为什么不分家呀 如果分了家 段大哥那么有本事的人 日子会更好过的 因为段老头没洗 父母在 不分家 直到天色见了 夏小鱼提着一包牛肉干 一包蜜三糕 可以把奶糖回家了 诺 给你的 段伯男的脸 瞬间就黑透 不善地看着段伯女 沈志青给的 沈志青看上你了 段伯女面皮发红 好好一个国字脸大汗 做出这种样子 简直是辣眼睛的狠 都聚在这干嘛呢 家里的水挑了吗 院子扫了吗 要不说呢 王春怀简直就像 那话银河的王母 总在关键时刻出现 王春怀还在那继续 慌慌 两巴掌扇在段白羽后背 说你呢 回来就知道傻站着 一点眼力见没有的玩意儿 我造了什么念 生了你 夏小鱼翻了个白眼 看着段家院里的大喜 我这也不算骗女主 就她那性子 要真嫁进来 有被人吃的果狗渣子 都不瘦 也就我了 还能全身而退 她正走着神呢 黄菊香过来了 三弟妹 我教你做饭吧 好呀 我看知青们都用大木桶洗澡 我给你也弄一个 你还看人家洗澡呢 你还看人家洗澡呢 我是看他们买过 我在小媳妇眼里 到底是个多么混蛋的现象 夏小鱼就是脱口而出 看到段伯男的黑眼 善善地转移话题 弄一个也行 洗澡方便 不过你还有钱吗 不 还有一点 交出来 心疼小钱前的段伯男 顾左右而言他 没多少 就刚正的 我不嫌少 段伯男不可 于是开始讲道理 我是男人 手里得有钱 不然出去办事都没面 小媳妇也太狠了 隔几天搜刮一次 一点藏钱的机会都不给我 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是为了你好 一个好的男人 手里不能留一分钱 那我还得给你打洗澡桶呢 我相信你 你可以先赦账 等挣了钱再给 你狠 夏小鱼抢过钱数的数 有两块七 不禁感叹 这人挣钱 的确是有一手 干得不错 继续努力 百男哥哥 人家看好你了 给你财迷的 夏小鱼全当耳旁风 反而跟他说起另一件事 我脱娇娇 给我买了两罐卖乳精 这几天就到了 等到了 我回一趟娘家 你去吗 当然一起去 也就这一趟回娘家 夏老头报出了 段伯男的大秘密 小鱼 段伯男 赌钱你知道吗 是 你还记得春山村吗 那里就有个赌钱的场子 有人曾经在那里 看到过段百男 告诉了爹 小鱼 你听爹说 赌钱的男人 疏红的眼 都没有人心的 你不能再跟他过下去了 夏小鱼还是不能相信 虽然段伯男不要脸 好色奸诈 但是他身上没有赌口 那种不把情当情的感觉 每次他搜刮段伯男 私房钱的时候 他那肉痛的神情 夏小鱼决定直接问得清楚明白 我可 小鱼你糊涂 现如今他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得知此事 我们再好好绸缪一番 拿捏住他的把柄 比他离婚不难 万万不可打草惊涉 爹 先不说事情真假 就说我已经这么大了 不能再让爹为我费神 若段伯男真的赌钱 我自有法子脱身 爹 你不必担心我 待我试探一二再说 段伯男 你有没有事瞒着我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就是有了 段伯男眼神飘移 见夏小鱼洗洗盯着他 丧了脸 在兜里摸了摸 摸出大概一毛一的零钱出来 那就这些 小媳妇也太紧密 怎么每次藏钱都被使破了 夏小鱼怒气消了大半 他顿了顿 还是把钱收起来了 无论怎么样 不能跟钱过不去 看着面前一脸哀怨的段伯男 夏小鱼不经怀疑 这货怎么看怎么不像 你这钱哪来的 当然是我自己挣的 我厉害吧 你在哪挣的 要说段伯男 隔三差五的不着家 也三五不时地拿回家 来一块几毛的钱 以前他不觉得 现在怎么想怎么可以 我妈 你还嫌少啊 他挣这些钱 可费劳劲了呢 小媳妇儿三天两头地搜刮 刮的他是兜里空空的 你别扯别的 我问你在哪挣的 我不是 你去了黑市 瞎想什么呢你 我这撒瓜俩早的 人家也得看得上啊 那你在哪挣呢 快说 你要是敢骗我 咱俩就离婚 那你得保证 我告诉你 以后你不能翻脸 也不能提离婚 也不能骂我 我帮牛棚里的人 寄信买药 他们给的辛苦钱 牛棚里那些人 被人监视着 家里人想要给他们 寄信寄东西 都得被人检查 还得被搜刮 我就让他们寄给我 我再拿给他们 挣的辛苦钱 该说他精灵呢 还是该怀疑 他也是穿越的呢 牛棚里的那些人 都是大友来头 段伯南 这会误打误撞的 竟然跟他们攀上了交情 还顺带着 还把钱挣了 就这些 没有别的了 就这点事 至于你天天不着家 户闹鬼迷你 我就是因为你 娶了媳妇 我不得多挣点钱 这不就多找了几个人 这些人都谨慎 有的人一年就寄一回信 挣的钱不够你花 夏小鱼他竟无言以对 所以说 他去春山村 也是因为这个 你业务都扩展到哪里了 不多 主要是得有熟人担保我才干 就咱们附近几个村 夏河村这边 也有几个人托我寄信 夏小鱼心里松了口气 表现不错 值得奖励 再接再厉 还有注意安全啊 就知道你关心我 瞧你这个姓 你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 最近的段柏南很不对劲 一直神出鬼没的 早上起来就不见了仁义 晚上很晚才回来 还喝得醉醺醺 让老头坐不住 你这个哒哒哒的东西 说 你这么晚干嘛去了 爹 大晚上你抽什么疯 我又怎么了你打我 你说 你是不是去赌钱了 放屁 谁赌钱了 我就是玩玩 你玩个屁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 不让你跟大炮他们胡混 他们那是什么好东西 你偏不听老子 知道了知道了 烦死了 还有别的事没 没有我睡了 你这样行吗 这样才可信 铺垫懂吗 要我说就直接提分家 搞这么麻烦 分家这事得让我爹主动 随你吧 对了 事成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要两个工作 你一个 我一个 到时候咱们也成城里人了 孩子以后出生就在城里 你想的可真远 工作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想孩子了 人能答应你提的要求吗 我去之前就跟顾老头谈好条件了 我答应 他在春山村赌场卧底 只要事成 他就得给我两个工作 要是没有天大的好处 我疯了 才掺和到这要命的势里去 那你小心点啊 人再才什么都有 人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就算为了你 我也必须小心 听闻三奶奶家的孙子 百川哥带战友回来了 段家长辈都聚一起 夏小雨也凑了个热闹 雨丫头 来瞧老婆子的热闹 您这话说的 我这不是来恭喜您的吗 怎么叫瞧热闹 正说话呢 段薄熙已经扭扭捏捏 凑到一边去 正想拉住他呢 突然一声喊叫 板男家的 你还有闲心错热闹呢 你男人赌钱 被公安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 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公安同志 把你家百男带走了 我的老天爷啊 我是造了什么孽啊 老三这个混账 那咋办啊 会不会连累到我们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了 段薄男个王八蛋 竟然敢赌钱 老娘才嫁过来半年 不行 我要离婚 我可不当这坏分子 你们这是骗婚 骗婚 骗子 我跟你们老段家批了 余丫头 余丫头 你先别急 说不准是误会 夏小鱼被三奶奶薅住 也不敢伤到老人家 爱影响发挥了 此时的段老头 早已冷静了下 开头了 老二 你去公安局一趟 亲口问问的孽障 到底是不是真子 丁 我 局相怀着运难 我去了说不定 也要被当同伙抓起来 我才不去 丁 我 我肚子疼 当家的 当家的 我肚子疼 丁 我带局相去卫生所 场面一度陷入单的 我去吧 我去打听打听情况 对对对 白川去 他是军人 公安同志们 不会为难他 白川啊 白南是你堂弟 血脉相连啊 我知道了 我一起吧 两人这一句 直到傍晚他回来 回来以后 静止去了老乱家 文荣树 我没见到白南 这次的是非同小可 公安局不肯透露 白川 你告诉嫂子 老三要真实参与了 会是怎么样一个下场 少则三年改造 多则终身改造 什么 那不是成了坏分子 心里最坏的预感成了真 断老头很怕有决断 老二 去请三叔公 我们分家 断亲 怪分子啊 老三这个孽障 他是要连维系全家 我一定得败 否则等老三的判决下 全家就都摘不干净 文荣嘛 按你的意思来吧 老三以后还不知道 得判几年 要想老三家的那个性子 也不会提得少着 两口子也没个孩子 直接断亲吧 你先等于是把你家 老三逐出家门 你不怕 以后他恨你 三叔 我也实在是没法子 老三什么时候出来 还不一定呢 我和他娘说不定都没了 我得先顾着家里的孩子 老二家的又怀上了 小夕还没嫁出去 小北还得上学 以后还得结婚 样样都得要钱 我把家里的孩子料理好了 以后再给老三攒着 能攒多少是多少 老三已经这样了 出来以后 还得靠他兄弟们 我不能让他兄弟们记恨他 难为你一片苦心了 这都是我这当爹的应该做的 哎呦呦 一腔瓷腹之心啊 我听得甚是感动啊 老三家的 我知道你和老三 你想走 我不拦着你 谁说我想走了 我偏不 你们老段家 把我坑到现在这地步 我给你们洗磕到底 分家 你们做梦 老三家的 你反对也没用 分不分家 不是你说了算的 哼 分家可以 但该分给我们的一分都不能少 否则 哼哼 咱们就耗着吧 乱老头定定地看了下小于一眼 选择无事 三叔公 劳烦您写一下分家文书 三叔公看了看下小于 又看了看段老头 他都 直到分家文书写完 一直沉默地下小于开口 友情提醒一句哦 我和段百男是领了结婚证的 夫妻一体 只要我一天没和他离婚 我就一天是段伯男的媳妇 你这分家文书 没有我或者段伯男的签字 就不做书哦 No 你骗谁呢 不信你们问大队长了 他肯定不能骗你们吧 No 分家文书 要双方都签字才有约束力 百男出不了面 百男媳妇确实可以代替他 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组织上只认互相亲自的分家文书 乱亲声明倒是不用 但段文庆大队长看了看下小于 默默地把这句话咽下去 嘿嘿 所以啊 一起洗吧 有你们这些亲人陪着 段伯男不知道该多开心了 啊 多么伟大的亲情 我们应该铭记歌颂于他 老三家的你 何必跟着老三一块倒霉呢 想想你娘家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段伯男呢 不然我为什么嫁给他 是哭你们这样的爹妈 哭他不正干 还是哭他赌钱 你到底想怎么样 累了 给我拿把椅子来 给他拿 王春怀不甘不愿地拿了 夏小于翘着二郎腿 一副吊狼当 这才对嘛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我呢 也不多要 就按照上次我说的 家产分四分 给我一份 我就答应分家 你走吗 那咱们就耗着呗 不知道公安同志们 何时前来调查问话呢 想想真的是很期待啊 说实在的 我就料到了 你们不会答应我呀 又想拖着你们一块喜 到时候改造路上 咱们也好有个照应 不得不说 夏小于还真拿捏住了 段老头的命啊 老三家的 你和老三结婚才半年 我不想耽误你 这样吧 我做主 你的嫁妆都带回去 你和老三的置办的东西 我们也都不要 我再不计你五十块钱 你要是想再嫁 我们家给你出一副嫁妆 如何 不如何 我这辈子 生是你们老段家的人 喜当然 也得埋在你们家祖坟 毕竟我这人 罪面就情了 还有小的洞墙 那也可以 就是吧 提醒你们一句 除非你们弄洗我 不然洗的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夏小于是软婴不吃 场面一度陷入僵持 随着天色渐渐亮起来 段家人越发焦躁 天亮了 文容脱不得了 段老头又何尝不知 你赢了 就按你说的分家 家里这点东西 我瞒你也瞒不住 大头无非就是房子 钱和粮食 段老头起身 回到卧房里 拿出了木盒子来 抗洞上方第二块土砖 房梁顶上 衣柜加层 要我亲自去拿吗 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哦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猜 当然是段伯南告诉我的 那货经得跟猴似的 老段家那边 家里他早就摸得透透的 段老头还想问 可夏小于打了哈欠 快点 再不快点 我就反悔了 我还是很想带着你们一块的呀 老段家还蛮有家底的 跟段伯南估算的700左右差不太多 于是一场分家争斗继续升级 共有钱财670元整 分给段伯南夫妻 两个167块5毛 四十五入凑个整 给一百七吧 另外粮食三千一百斤 分给段伯南夫妻 两个七百七十五斤 最少三十斤细粮 段老头拳头握得更紧 依你 房子总共六间 跑开厨房堂屋 剩四间 你现在住的厢房归你们 折价吧 我不要房子 折成钱 段老头人已经气人了 房子折价三十元 五十元 剩下的就是三只鸡 锅碗瓢盆 一些家伙事 这也没办法分 都折价吧 最后折出了十九块八 也觉得分完了 他把分家文书念了一遍 没有意见 就签字画鸭吧 夏小玉算了算 他能得到二百四十块钱 很想凑个五百块 字里有存款二百 还差六十块 等等 还得再加上一条 我和段伯南的感情 我们俩深深的如目之情 就这样被人弃之如碧驴 伤害了我们的心 这不得赔偿 毕竟以后就断了亲了 总要买断一下吧 这丫头胡扯八扯的本领 不服都不行 老三家的 你少胡搅蛮缠 我已经够照顾你的了 哎呦 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听说 公安同志们 都是八点上班的呢 你要多少 不多不多 一个人三十 两个人六十 一个小大大大 在骂我涨价了哦 我 对 夏小玉满意了 想了想又提 还有个事 养老怎么说 养老不用提了 我养他一场 就当养了条狗 以后离我们远远的就好 夏小玉笑容威名 替段伯南感到不止 养老是段伯南 临走前特意交代 不管怎么说 爹娘到底生养了他 他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出养老前的 这是你说的 不用养老 麻烦三叔公 着重写明这一点 是他自己提的 既然如此 那就分割干净 文蓉 你又不再想想了 有劳三叔公了 我赶时间 等到夏小玉 拿到粮食和钱后 好了 文书拿来吧 慢着 还要劳烦三叔公 写一份断期声明 这是分家的条件之一 写 但是分家文书上要写明 断期声明是你提出的 三叔公算是看出来了 两家人以后不成仇人 都算好的 至此 段伯南和夏小玉 跟老段家 彻底没了关系 都不只是分家了 那时段清 等到众人准备离开堂屋 外头传来一声喝酒 百男 你怎么在这 三叔公 你们怎么在我家 我家又出事了 你怎么回来 你不是被抓了吗 你是不是偷跑回来的 你这是要害洗全家呀 你快回去 跟公安同志承认错误 咋回事啊 就 你不是因为赌钱 被公安同志抓走了 这货真能装 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 哪个王八犬子 揍我的谣 让老子知道 非揍洗他不成 不可能 我在春山村亲眼 看到你被公安同志 一块带走的 老子在那挣钱 谁说我赌钱了 便归在赌场亏赚钱 赌场怎么了 赌场里就不用吃饭喝水 不用打扫卫生了 那公安同志 带你走干什么 配合调查 配合调查懂吗 哦 告诉你一声 我爹把咱俩扫地出门了 还断了清 什么 这下又轮到段伯南表演了 爹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这么迫不及待 把我赶出家门 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还是说我是捡来的 老三 也不是 那就断亲吧 省得我连累你们 媳妇 往后就咱俩过 成 咱俩过 要是不行 我带你回夏河村 好 他什么也没再说 拉着夏小玉回屋了 房子什么的 我都让他们折价了 你做的对 你那边怎么样 挺顺利的 没人怀疑你吧 怀疑我啥 我就打扫个卫生 倒倒水 这是我跟顾老头的交易 其他人都不知道 就连公安局 也只为我是去端茶倒水去的 批评教育几句 就给我放回来了 这样也好 门声发大财 你掺和的这事 可是要命的 要是万一有个漏网之鱼 就麻烦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 咱得了好处就可以了 名声不重要 本来他就是个小混混的名声 要不顾老头 也不会打他的主意 两人又聊了会 收拾好东西 把主意打到了三奶奶家去 于是大包小包的 搬家到三奶奶家戒指去了